经过民间文具里头 执心者 赤道行愿 进行实际 这是执心 那这个执心在佛法里面讲 明心进心 那明心进心当中的信要 那是真的不是假的 纯真无望 这是假 我们用什么心去念佛 要用真心 要用真心 一句 十句 都能无数 那由此可知 念佛所评的 是真心 旺行 效果就差很多 真心从哪里去练 这么多年来 我们所领悟的 我也劝他同学 用真心生活 用真心工作 用真心带人救 他用假心对我 我用真心对他 不吃亏 为什么呢 他还要搞六道轮回 我不想搞六道轮回了 我想来生到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是真实的世界 跟我们这不一样 跟我们这不一样 我们这个世界是假的 我们这个世界是生灭的 所有一切法 全是生灭的现象 无论是物质现象 心理现象 自然现象 通通通都是有生有灭 弥勒菩萨告诉我们 我们把他记 幻散出现在的说法 这个频率多高 弥勒菩萨告诉我们 一秒钟 一秒里头 有多少个生命 菩萨告诉我们 有两千两百四十兆 单位是兆 不是万 一秒钟 有两千两百四十兆次的生命 那是什么 物质现象 心理现象 自然现象 这三类就把整个宇宙现象 包括尽头 也就是能大师所说的 万法 何其自信能生万法 所以万法是假的 《金刚经》说得好 凡所有相皆是绝望 为什么 在高频率当中 它生命 前一个念头灭了 后一个念头生 它是一种 相似相续相 不是真的相续 真的相续 前念跟后念 完全相同 就是相续 它不一样 每个念头都不一样 每个物质现象 也是 每一秒 都不一样 你是一秒钟 它生命 两千两百四十兆次 每一次都不一样 有没有一样 有 一阵法界是一样的 所以叫一阵 一阵法界 是诸佛菩萨的 十报状元度 它那个地方 叫长寿 为什么 它永远不变 真的是无量寿 极乐世界 就是那个样子 极乐世界 有 使徒三倍 九倍 但是 跟一切诸佛刹徒 不相同 一切诸佛刹徒 有设法界 有六道轮回 极乐世界 名字上有使徒 实际上没有 为什么 因为它 忘心断掉了 它只用真心 没有忘心 真心 不生 不灭 忘心 由生 由灭 这不一样 所以往生到极乐世界 便宜占大了 那往生到极乐世界 我想回来看看 行不行 行 你随时都可以回来 你得大自财 你有六种神通 每一种神通 都是无量无边 没有限制 不像阿罗汉的神通 有限制 阿罗汉的天言天耳 一般是一个小千世间 加工用恨去修行 修到顶顶 也只能看到一个大千世间 这个大千世间以外 它看不到 有限量 阿罗汉 续命通 能知道过去五本事 就是自己 过去神通 一世一世 五本事 它知道 五本事 再过去 它不知道了 虽然有六种神通 它有限量 在极乐世界 凡圣通之徒 人天身份的人 他们的阿弥陀佛 本愿加持 能力 恢复 不是自己功夫恢复的 是阿弥陀佛 加持 帮助你 恢复的 你的 六种神通的能量 跟 法神菩萨 完全相等 没有障碍 真正的 大自在 这个离 要懂 离 一切 是自信 去做的 本有的 不是外来的 我们是被烦恼 障碍了 变成现在 这个样子 但极乐世界 没有障碍 没有阿赖 所以 他们 通通 转时 成智 法相 中的修行 就是用这个方法 靠自己能力转 太难了 念佛的人 完全是靠 阿弥陀佛 加持 帮助你转过来 很容易 什么时候转的 往生的时候转的 诸位都想的 往生极乐世界 零花化身 他在这个地方 等起了 他的神使 就坐在 莲花里面 阿弥陀佛 拿着这个莲花 莲花就喝起来了 他见莲花 莲花是开的 他坐在莲花里面 莲花就喝起来了 阿弥陀佛 把这个莲花 带到西方极乐世界 安放在七宝池中 他在莲花里面 就产生变化 就是 专时成智 所以 化开 见佛 到七宝池 化开 见到阿弥陀佛 完全转过来了 就是 生命的现象 完全没有了 跟极乐世界人一样 不散不敏 为什么 他自信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